無論上升還是太陽水瓶座 來到農曆四月的自身整體運勢 哎呀 真是好啊 你們只有很少話說 因為你們前面那兩個星座 射手和摩蝦呢 講到我口水都乾 你們就比較簡短的 好 首先 如果是待業的人士 恭喜你們有好消息 就是農曆四月會有穩定工作的機會 OK 即是可能他都不是part time 那麼簡單 或者是隨便少少一些 就是一些 就是短單計的一些job仔 是真是正正式式是 朝九晚六的一些長期工 對 如果受到疫情經濟打擊的人來說 是一個很值得鼓舞的消息 第二 就是說 如果你們已經在上班了 OK 你們努力的工作表現 是會受到非常好的賞識 甚至是 是會有加薪的機會 就是當然 星象就說加薪 但是 在現在這個世代 我覺得 不減薪 不動薪 都偷笑 但是 即是你 你儘管聽一下 還有有時候 你做人抱個希望都好 對不對 好 但是如果你說 那我一向 我 我不是瘦身的 我自顧的 那怎麼辦 那都是多勞多得的 還有有機會 就是 你接下來 你的那個工作表現好 你是有機會 吸納到一個長期大廈 大廈 OK 所以其實 他都會給了一種 很長期穩定的收入 OK 而 這裡所有的東西 即是他們共同都是指向 你接下來的那個 財務終於會有點寬鬆 對吧 那也都因為這個 財務的寬鬆 呢 是可以解決到 你家庭裏面 一路的一些問題 或者是衝突的 例如你們一路很想搬 想裝修 那不夠錢 那接下來可以搞定 OK 又或者呢 是一些 關心人的問題 對啦 尤其是小朋友的問題 例如 哎呀小朋友一路是想報讀一些 興趣班 或者不知道有些 有些什麼教育經費 那一直呢 都有一些些 捉金見爪 那但是現在 因為多了裁員 那就可以解決 這些問題 那就在這裡說一聲 恭喜恭喜 恭喜 哎呀我最後發現很邪 原來你們的對家獅子座 都是今期裏面最 講得最短的星座 哈哈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記得要 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我塔尖鑾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裏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盤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真的有尖鑲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 我有時間 我就會想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衡星銀行的那個衡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衡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 啦